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大陆门户网站 7月12号都转载了海外媒体据传言的报道 说薄熙来案可能在7、8月之间开审 但是消息曝光转载后两天 这篇稿件突然间又被删除了 有评论分析这是中共在为薄熙来案试水温 新加坡联合早报12号的文章说 薄熙来案可能7、8月在山东济南中级法院开审 不过文章不仅没有解释传言的出处 还一再表示无法求证相关消息 但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大陆门户网站 在当天就引用了这篇所谓外媒根据传言写的报道 而且在这个消息经各大门户网站传播之后 突然又被删掉了 此前两天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也报道了薄熙来案的开庭时间 并引用熟悉案情人士的消息说 薄熙来目前确定的罪名主要是受贿罪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坚富认为 官方的这次试水企图想把薄熙来案单独切割 如果是这么一种处理方式呢 就变成只有薄熙来个人负责的罪名了 如果是真的话呢 我就觉得处理这个薄熙来问题的时候 就把路线问题政治问题跟其他领导人或者官员的关系都切割开了 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中共当局早先公布 薄熙来不仅涉及对王立军案和古开来案的逊私枉法 严重赌值或包庇罪 还有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案情 极其复杂严重 另外薄熙来还涉及政变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 但这些并没有被官方公开 姚建復说 中共当局在薄熙来之前先处理了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案 就预示薄熙来不会判得比他更重 刘志军7月8号获判死缓 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认为 处理薄熙来是否牵涉到前中共中央政法书记周永克 直接影响博案的定性和量刑 因此还需要观察 人民日报引用的报道说 薄熙来会被如何量刑 将是外界判断习近平等新一代中国领导人 打老虎决心的一个重要标杆 有分析指出 中共处理薄熙来案件的过程 是各方势力争斗谈判的过程 但是中共内斗的底线是保党 薄熙来案件影响太大 中共想尽可能减小影响 侵判薄熙来或许是中共高层达成的一致意见 但中共也会考量侵判薄熙来后 可能造成的舆论冲击 因此在海外放风后 出口转内销 对博案先行试水 新唐人记者长春采访报导 其他人会考量侵判薄熙来 路线